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 TVPS邵康戰情勢 專門向特別來賓 范雲委員 蔡碧魯委員 唐湘龍先生 謝一鳳 副書局長 王宏偉議員 陳偉傑議員 好 中共公佈了新的黨章 加了兩個 叫做兩個維護 還叫反台獨 好 那麼兩個確立沒有放進去 所以兩個確立到底有沒有放進去 但是呢 有把這個 反對及遏止台獨寫到他黨綱裡面去了 那另外呢 就是他並沒有把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放進去 沒有放到這裡面 那到底是什麼意義 為什麼有的放有的不放 那另外呢 他的新黨章裡面呢 習近平就出現了12次 那剛剛講過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這些叫做新論述沒有放進去 但是有寫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 有寫進去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說 中國已經決定對台灣加強施壓 不接受維持現狀 就是說我們常講說 我們希望維持現狀 因為台灣幾統幾毒的人都不多 但是百分之六自己都一直覺得 我們要維持現狀 老共已經不接受維持現狀 就是你要維持現狀 他可能也不願意在你維持 不讓你在維持現狀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20大會議首次將遏制台獨 納入了中共黨章 這是否代表 除了反分裂國家法 以及近年台獨頑固分子的清單 大陸未來還有其他制裁 我們將持續加強運用法治的方式 或者法治的力量來打擊台獨分裂勢力 還會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 進一步出台法治方面的新的舉措 新上任的大陸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他的台海幫背景 再加上習近平在20大的工作報告中有重申 對台不放棄武力統一 未來五年是否會加大對台的威脅和武嚇 對此國台辦重申 遏制台獨和解決外來勢力干預兩岸事務的決心 不能讓台獨分裂這個灰犀牛 那麼最後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局面 劃出紅線底線 展現反對外來干涉和反對台獨分裂的堅定決心 至於中共二十大205位新中央委員 現任的國台辦主任劉潔一並未當選 台面上涉台的官員也未有人擠進了中央委員 外界猜測 未來中共涉台高層可能面臨大換血 江頭總管 我覺得國台辦已經只在後面做解釋了 重點就是二十大裡面的講話跟那個名單 那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去在字裡行間裡面做太多的文字比對 就是那個核心精神在人事佈局裡面已經很清楚 對內的話其實就是四個字就是全黨學習 全黨向習近平學習 他只有一個領導中心不管叫兩個確立或者兩個維護 總而言之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確保 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核心就是習近平 在人事上面來講 除了七個上去的都是 我稱之為習近平的夢幻一隊 這個夢幻一隊上來了之後 未來幾個月大家可以再觀察 我覺得戲還沒有完 在明年三月以前 這些夢幻一隊都是要求表現的 尤其裡面包括了北京市委 包括了上海市委 包括了就是說廣東的省委 這三個大概都還是要求表現的 所以大概接下去這些的 這些常委市委們 在地方上面雖然已經是常委 但是在地方上面拼經濟 應該拼得非常非常熱 所以接下去的這半年 到明天上半年以前 我覺得中國大陸經濟向好 但是重點是他在人事佈局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台灣還不緊張的話 那真的是台灣明來語講的 就是七個八八八不知道希望 就是他的人事佈局 尤其是中央軍委的佈局 那個已經極為明顯 全部都是衝著台灣來的 因此不需要去料敵從寬 就不需要有任何去低估北京在未來 習近平是兩個任期 不是一個任期 他不是第三任 他已經告訴你他有第四任 第三任跟第四任的習近平 跟第一任跟第二任 不是同一個習近平 他的做法會有非常多的不同 對台灣的姿態會比過去 要清楚而強硬很多 台灣的應對我覺得就是 剛剛主持人提到了 以後在做任何台灣的民調選項的時候 不要再用一個虛構的維持現狀 讓老百姓選 那個沒有意義 沒有維持現狀這個選項 那個選項是一個自欺欺人的選項 過去我們曾經講過 所有的維持現狀 在政治學上面所謂的Status Quo 那個是一個強權論述 只有實力強的人才有資格說我要維持現狀 實力弱的是沒有資格的 所有談維持現狀的是美國 美國可以說維持現狀 大家都乖乖的 所以維持現狀 照我現在定的規矩 那叫維持現狀 弱的一方 什麼叫維持現狀 你根本就只是 人家現狀操作的一部分 過去解放軍沒有完全用武力 去解決台灣問題的實力 講一講你也許當作馬爾東風 不用聽 他要跟你溝通 你也不跟他溝通 擺出一副對抗的姿態勉強有用 可是今天台灣 尤其接下去的是九合一的選舉 九合一選舉選完了之後 就是面對總統大選 九合一選舉算了 跳過去 因為形勢大致上定了 可是九合一選舉選完了之後 所有台灣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跟政黨 在面對到2024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不要裝 告訴老百姓你要談還是要打 談有談法 打有打法 但是要誠實 因為台灣已經沒有維持現狀的空間了 只有二選一 李立鳳 我覺得民進黨的政府 在這次二十大之後 他們還是維持一樣的態度 我覺得他們還是 為了今年年底的地方大選 他們還是走著抗中保台的路線 也沒有改變他們原本的說法 昨天我參加了外交部舉辦的 台屋友誼酒會 因為民進黨的黃世傑委員 他是會長 是台屋友好聯誼會的會長 我跟郁貞都是副會長 我們都有去參加 在那裡面 我們吳釗燮部長他就說了 他就說我們未來會援助 烏克蘭5600萬美元的 就是戰後重建的經費 然後當然在戰後重建 以及就是說協助烏克蘭 這個部分我相信台灣的民眾 是非常善良的 他們是不會去介意的 但是他講到了 他們都講到了戰爭的必然性 他就說我們今天幫助烏克蘭 未來如果台灣 他說未來台灣成為這樣子的角色時候 我們也會得到民主聯盟的協助 我也特別注意到 因為黃世傑他在支持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起上台 他是用中文支持的 他講話會很精準 他說因為現在烏克蘭是這個整個 就是說戰線的中心點 他說未來台灣有可能 台灣有可能 可是在那個英文翻譯裡面 應該是might be或者是would be 可是我看到外交部的翻譯就講will 那我不知道說黃世傑的稿 事前是不是外交部有看過 因為他是有稿的 他是按照稿鏈的 然後外交部的翻譯就講說will 他就是說將會 就是把它當做一個是必然性的 那我不曉得說外交部 以及我們蔡總統 蔡總統整體的兩岸政策 是不是還在打抗中淘牌 為了年底的大選 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 是跟我一樣的 我們不畏戰 但是我們不放棄現在 還是繼續為了兩岸的和平 持續在努力 這是我們很堅定的立場 我們希望兩岸是可以和平發展的 還是希望能夠對話 能夠持續的保持溝通的管道 我覺得這才是 對兩岸和平穩定發展 是比較有利的方向 捐5600萬 我看了責任司機 跟西方這些管轄要求 說明年他們的預算赤字 350億美金 連政府的赤字 還不是重建 政府現在已經沒有收入了 因為打仗 農產品也賣不出去 百業蕭條怎麼有收入 也沒有稅金收入 所以明年政府的預算 是350億美金 就台灣一個月的出口 所以你給他5600萬的援助 其實真的杯水測金 當然美國 歐洲可能會給他了 但這個不是重建 這只是年度預算 就需要350億美金 來 范委員 我想就是說 烏克蘭的國會議員來台灣 還有立陶宛的 我的和應的方式 跟我們謝立委不大一樣 我聽到的是我們烏克蘭的立委 他提醒大家就是說 不要低估像俄羅斯 或者說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他的一個侵略的可能性 他們想法是說 應該要做好各種的準備 我們立陶宛 因為立陶宛過去也是 就是說在對抗俄羅斯 其實他覺得台灣應該要 多投資在民主的國家 不要繼續投資在威權的國家 他也希望台灣人 不要有島國的心灘 因為台灣人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是在一個對抗威權 守護民主的一個中心 我想他這樣講 當然是一個期許 就是說台灣其實非常的重要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重要 我覺得講 蔡政府把抗中保台 當作選舉的一個武器 我自己是非常不同意這樣講法 因為這其實不只是民進黨 包含就是說時代力量 就是說台灣激進等等 就是說它是非常多政黨 或者說很多的台灣民眾 都期待就是能夠守護這個主權 那守護主權 那烏克蘭的國會議員 還有談到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說跨黨派 大家要能夠一致在一個立場上 那我想從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中共的新黨章 或者二十大 我們看到的是說 中共它不只已經是一黨獨大 甚至是一人獨大 那一人獨大的話 那獨裁者要做什麼 真的是非常難預測 因為這個紅線是越化越嚴格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其實不是台灣在變 是中共這部分 我覺得最好的 我們從到現在聽到 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在心智上要做好準備 那這部分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說 不是無視於獨 而是說正盡 但是盡可能的一切 我們在心智上 能夠守護我們的主權 那做好各種的準備 那蔡偉 這一次二十大 把台獨寫入這個黨缸裡頭 第一個當然是反對台獨 是針對民進黨 第二個說 那個二制外 反制境外勢力 按住支持的台獨的勢力 當然講的是美日 所以這個台獨公投 或者是台灣加入這個 美日軍事的同盟這件事情 恐怕就會變成是 大陸動武的一條紅線 那在這個紅線之外 剛剛其實湘龍或者是 兩位委員也都有講到 就是說中共到底會不會 開始來犯台 陳明通也講 從2027 又把他講到2025 又變成講到2023 中午其實我跟幾個學姐吃飯 因為他們都 我很找了學姐 我把他稱為是貴婦團 因為他們是從國外回來的 然後他們就在講說 這個台灣人到底有沒有這個 這個被 即將要被動武的想法 我看起來好像一片祥賀 不過就他來講 他說這次回來 我再想 我要如何把我的財產 全部往國外移 幾個就位就說 我們是不是開始 要來做這樣的準備 但是另外 中間也有兩三位是 跟我一樣是公務員退休的 他說 我從來國外也沒有資產 我們是要走去哪裡 然後他就問一問 他就問我說 請問一下 我家住在內湖那邊 我家那邊的航空洞在哪裡 所以這個台灣 呈現有兩個 中午我呈現 也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台灣老百姓 第一個是 大家覺得說 台灣老百姓有沒有準備好 要打仗的準備 貴婦型他覺得 國外他可以逃 沒辦法討論 他覺得說 總是要告訴我 我要準備多少泡麵來儲藏 這不然你就告訴我 最近的航空洞在哪裡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因為最近大概就是 這個也不要這樣 你要多說蔡英文偏聽 可是這幾年你覺得 美國不也是一個偏聽嗎 本來我們在美中台中間 我們應該是一個左右風源 可是現在變成是 蔡英文變成是 美國的一個棋子 然後變成 本來應該是當棋手 可是現在是變成一個棋子 任人擺步 我是覺得 走到這一步了 我覺得真的 現在國內要靜下心來想想 這個如何來防止 或是剛剛依鳳講的 我們不畏戰 但是我們總是要想好自己 要抗中保台 是不是把保台這個放在前 我們如何來保護台灣 然後再來如何對抗中國 就是台灣 其實大部分人都走不了 大部分還只有跟台灣共存亡 少部分有本事的人 可能已經在規劃 甚至早就在規劃了 本來台灣應該是左右風源 像蔡委員講的 就是說我跟美國50 跟大陸50 好不好 就算不這樣 跟美國60 跟大陸40 跟美國70 跟大陸30也罷 現在是跟美國100 跟大陸0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子 跟大陸30 2 4 感谢观看